在妈妈怀里小朋友勇敢的伸出手臂接受疫苗施打 年纪更小的幼儿则是打在大腿上 就是六个月到五岁的幼童第一剂疫苗从7月22号起开始施打 各区施打站一早陆续有家长带着家中的宝贝前来接种 希望提升保护力免于新冠病毒的威胁 希望可以多一点保护力 不然小朋友都没有疫苗 之前都没有疫苗可以打 会很担心 会不会担心打针 副作用 还是会 可是就回家观察 清单也是要来 这个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你看我们大人已经都打了几次四次 想说比较安心 可是我现在看人家打的 六岁以上打的都好像蛮安全的 就这样子 我每天都在看电视 应该是担心就担心 可是刚才我有年纪讲的 要注意一下还是要打 因为他还要上学了 想说怕会感染到 对对对 那当不担心就表达 会担心 也是会担心 可是也是要打 对 安全 对安全比较重要 医师也提醒家长 在幼儿接种完后 要随时注意他的身体状况 尤其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比较难清楚表达感受 更需要家长多关心 只要最近没有一些急性的问题 没有说发烧 或者说食欲不振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假如确诊 一定要隔三个月以上 我们才能施打 那通常打完之后 我们会在这边观察个15到20分钟 那假如没有什么不舒服再回去 那回去的时候也是注意一下 就是说小孩子有没有发烧 或是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但是有些比较小的小朋友 比较不会描述 那通通就是要注意看他的食欲 跟他的活动力 有没有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假如还有没有说 呼吸会传的问题 那有啊 还是要到医院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则强调 这一批莫德纳疫苗是幼童专用 尽量经过适当调整 为家长紧述带着幼童到 七区规划的施打站 或合约医疗院所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现在在WHO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研究里面 也确实证明有打疫苗 对于COVID-19的一个预防重症的状况 是会比较轻微的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家长们 不管是平常日或者是假日 在我们卫生所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甚至在医疗院所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施打的时间 我们尽量提供便民的一个服务 7月22号上午共有人爱信义中山七堵 及软软五区施打站开打 前来施打的人数大约都数十位左右 下午中正及安乐两区也加入施打行列 接下来各施打站还安排有三天的施打日期 呼吁家长把握时间 让小朋友完成疫苗接种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